如果非要让我说最讨厌什么昆虫 除了蟑螂之外 我想应该就是蚊子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以前只有到夏天的时候才会有蚊子 但是现在哪怕天气转冷了 还是能看到蚊子在嗡嗡嗡地飞 也不知道这蚊子是变异了还是进化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蚊子到底是怎么吸血的 首先啊蚊子的一对触须和三对不足上 那里啊分布着很多轮生的感觉毛 每根感觉毛上 密集地排列着圆形或椭圆形系孔 这些系孔的功能就是在黑夜里 感应环境的温度 湿度 以及汗液内含有的化学成分 和人体散发出来的二氧化碳等 迅速做出反应 正确敏捷地飞到吸血对象那里 蚊子在吸血前 先将含有抗凝素的唾液 注入皮下鱼血混合 使血变成不会凝结的吸薄血浆 然后吐出隔绣未消化的陈屑 瞬息新鲜血液 所以此闻首先叮咬体温较高 爱出汗的人 因为体温高 爱出汗的人身上分泌出的气味中 含有较多的氨基酸 乳酸和氨类化合物 极易引诱蚊子 蚊子的这种吸血方式 也极易造成疾病的传播 这里不得不提到 每年因为蚊子传播的疾病达80多种 如人们熟知的瘧疾和祸乱 因此我们在家 也可以做好预防蚊虫滋生的工作 比如清除滋生水体 可以大大降低蚊虫的密度 外出游玩的时候 可穿淡色长袖长裤 涂抹驱蚊产品来有效 防止蚊虫叮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了 I want no one or nothing to see me Not a coyote Not a moose Not a bear Not even another leaf Not a pool にugask I want noo imp 我不 I 人